七华光明 无量种色 青色清光 白色曝光 玄黄珠子 光色阴然 我们看年老的出去 光色无量 莲花本体 即是光明 过月 七华光明 我们这个世界 莲花 是属于草本的 还不是木本的 草本的 极乐世界的莲花 它的本体是光明 这个光明 从哪里来的 从自信来 是尊 在华言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的相 第一个 是什么 他将是灵花的本体 难怪 人 坐在这个灵花里面 自自然 然就转拔石 成四肢 主要 我们献起物质的心 变成法性神 居住的环境 全都变成法性土 那神土 还用我们这里名称 圣质上的体完全变了 完全是法性光明所变出来的 那法性就是长期光 就是真如自信 本经里面讲的三种真实 真实之计 真实智慧 真实利 全实发性 又莲花色类无量 这一句很重要 绝不是只四种 四种是讲圆色 这四种颜色交配 无量 无边的光色 啊 清色 白色 寻是黑色 黄色 珠是红色 紫色 六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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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六 维烈 一串 五串 啊 实际上是无量 四 说不尽 啊 清色的莲花呢 放清色光 白色莲花呢 放白色光 啊 黑色的 黄色的 啊 红色的 紫色的 一过放起 本色之光 古云光丝 也然 啊 告诉我们 切宝池里面 有莲花 莲花 周满世界 啊 极乐世界 宝池的水 到处都是的 啊 里面全是 各种不同颜色 啊 不同光彩的 莲花 所以说 莲花世界